方宫的角落里隐隐传出哭泣的声音,双眼微红的一柜面前的太监,很勉强笑了笑,让太监离开殿内。 沉默片刻后,他缩在袖子里的手,紧紧攥着那方手帕,声音有些嘶哑说道,我不相信。 此时,皇宫里已经乱成了一团,太后娘娘接连几道旨意急出,不论是东宫皇后,还是宁才人,都要马上搬到韩光殿居住。 而养育了沁国皇帝最小皇子的一贵嫔也没有例外。 当时在殿上,一贵嫔清清楚楚听到这些旨意,当然明白所谓一致韩光殿居住,只不过是为了方便监视宫中的这些人。 他的神思有些恍然,不知道自己与儿子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局面,皇上死了。 皇上死了。 他的鬓角发丝有些乱,星号星号摇了摇头,似乎想将这个惊天的消息驱赶出自己的脑海。 皇上怎么能死,怎么会死呢? 他紧紧咬着下嘴唇,红润的嘴唇上被咬出了清白的印记。 宫殿外面的鱼已经停了,缠名一些,但那股沁心的寒意却在空气之中弥漫着,包裹住了他的身体,令他不住打了个寒劲。 皇帝陛下虽然对女色向来没有什么格外的偏好,后宫之中的妃嫔和贡也不过二十余位,然而一贵嫔却是这几年中最得宠的一位,如果要说他对皇帝没有一丝感情,自然虚假。 然而此时他的悲伤,他的惶恐,他的不安却不仅仅是因为陛下驾崩的消息。 军方、监察院、周骏,千里传训至京都,向京中的贵人们传递了那个天大的消息,陛下遇刺。 然而,军方与周骏方面的情报是,刺杀陛下是监察院提私犯贤。 小贩大人勾结东夷城四顾剑,于大东山寄天之际,兴谋逆之心,抱起誓军。 监察院那方面的情报却只是证实了陛下的死讯,而在具体的过程描述上,显得格外含糊,反而证实了前面两条消息的真实性。 然而,姨贵贫不相信。 她不是不相信皇帝陛下已经驾崩,而是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小贩大人做的。 这根本说不通,皇帝陛下祭天,是要废太子,范贤的位在祭天之后,只会进一步稳固,他怎么可能会在这个当口,突然选择如此荒唐的举动。 姨贵贫真很害怕,他感觉到了一张网已经套上了范贤,而且紧跟着套上了树方宫。 他出身柳氏,与范府一荣俱荣,而且范贤更是陛下钦点的三皇子师傅。 如果范贤真的成为谋逆手范,范府自然是满门抄斩,柳家也难以幸免,一贵贫或许会被推入井中。 而三皇子? 母亲,母亲,刚刚收到风声的三皇子,向殿内跑了进来,一路跑一路哭着。 待他跑到姨贵贫身前的时候,却正正停住了脚步,用那双比同龄人更成熟的目光,小心翼翼看了母亲一眼。 姨贵贫有些失神点了点头,三皇子抿着小嘴,强行忍了一忍,却还是没有忍住。 蛙的一声大哭了出来,扑到了姨贵贫怀里。 扮赏之后,姨贵贫咬了咬牙,狠命将儿子从自己的怀里拉了起来,恶狠狠看着他的眼睛,星号星号说道,不要哭,不准哭。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,你父皇是个顶天力的国君,你不能哭。 三皇子李承平抽气着,却坚强站在母亲的面前,重重点了点头。 长年的宫廷生活,跟随范贤在江南一年岁月,这位九岁就敢开青楼的阴狠皇子心性早已得到了足够的磨练,直到母亲这时候要交代的话极为重要。 现在都在传,是你的师父犯大人刺驾。 姨贵贫盯着儿子的眼睛。 三皇子的眼神稍意慌乱后,马上平静下来,恨声说道,我不相信,师父不是这样的人,而且他没理由。 姨贵贫勉强笑了笑,拍了拍儿子脑袋说道,是啊,虽然有军方和周骏的暴训, 但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你的师父大人,会对陛下不利,要知道,他可是你父皇最器重的臣子。 不止我们不信。 姨贵贫咬着牙说道,太后娘娘也不信,不然这时候范府早已经被抄了,那个发疯的女人也不会被太后埋进土里。 三皇子点了点头。 姨贵贫压低声音说道,可是太后娘娘也不会完全不信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,你一仗马上要进宫,臣姐姐和思思那个丫头也要进宫,如果太后真的相信大东山的事情是你师父做,只怕马上,饭留两家就会陷入绝境。 孩儿能做些什么? 三皇子握紧了拳头,知道自己将来,已经完全压在了师父范贤身上,如果师父真的被打成了弑君恶徒,自己便再也没有翻身之力。 什么都不要做,只需要哭,伤心,陪着太后,一跪贫忽然叹了一口气,眼中闪过一丝可怜神情,将三皇子重又搂进怀里,大东山的事情一天没弄清楚,你师父一天没有回到京都,太后便不会马上对范家动手。 我们需要这些时间去影响太后,然后等着你师父回来。 三皇子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,他和母亲一样,对于范贤向来保有莫大的信心,在他们的心中,只要师父回到京都,一定能够将整件事情解决掉。 太监在外面催了,一跪停有些溜,开始准备搬往韩光殿。 三皇子眼中闪过一丝狠色,从桌下抽出一把范贤送给他脆毒匕首,小心翼翼藏在了可爱小靴子里。 他并不认同母亲先前的话,韩光殿里也不见得如何安全,那两位哥哥为了父皇留下来那把椅子,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做不出来。 太子里程前缓缓整理着衣装,他脸上没有一丝疯狂的喜悦,皇帝的死讯传至宫中,太子殿下就和所有皇子大臣们一样。 福大哭,悲色难掩。 只是他面色在悲伤之余,多了一丝惨白。 走到东宫的门口,对着遥远东方的暮色,他深深地鞠了一躬,眼里落下两串泪来。 许久之后,他才直起身子,将身板挺得笔直,在心里悲哀想着,父亲,不是儿子不孝。 只是你已经将我逼到没有退路了。 红主领着侍卫在东宫门口,等着请皇后与太子搬去寒光殿。 太子往宫门外望了一眼,回身看了皇后一眼,微微皱眉,强行掩去眼中的无奈。 扶住母亲的手,在她耳边轻声说道,母后请节哀。 一向眉容书贵的皇后娘娘,这半年来都被困于东宫之中,早已不复当初圣彩。 然则今日忽然听到陛下于大东山遇刺消息。 这位与皇帝青梅绣马的女子还是崩溃了,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一般听着各宫里传来传来的消息,而自己却只会坐在榻上哭泣。 你父皇死了,皇后双眼无神望着太子。 太子缓缓低头,说道,孩儿知道,只是每个人都是要死的。 他脸上依然是一片哀痛,而这句话说却是极为淡然。 皇后似乎在一瞬间恢复了神志,听懂了这句话,满脸不可思议望着自己的儿子。 张大了嘴,半上没有说出话来。 祭天没有完成。 太子低声说道,儿子会名正言顺成为沁国的下一任皇帝,而您则将是太后。 皇后一时间心里不知涌起了多少复杂的情绪,嘴唇颤抖着,直到许久以后,才痴痴爱爱说出话来。 是,是,是的,范贤那个天杀的。 我,我早就说过,那是妖星,我们老李家,总是要毁在他们星号星号手上,待会儿去韩光殿,马上请太后娘娘下旨,将范家满门抄斩。 不,将范留两家全斩了,还要将陈萍萍那条老狗杀了。 太子握着皇后手骤然中了几分,皇后吃痛,住了嘴。 太子附在她的耳边,一字一句轻声说道,不要说这些。 记住,一句都不要说,如果您还想让我坐上那把龙椅,就什么都不要说。 现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范贤是君,您要这么一说,就更没有人相信了。 所以我们要在韩光殿等着,再过四五天,人证物证都会回来了,到时候您不说,太后也知道会怎么做。 皇后浑身发抖,似乎像是从来不认识自己这个儿子。 太子最后在她耳边轻声说道,秦衡待会儿要进宫,老爷子那边,您说说话,太后那边才好说话。 离皇宫并不遥远的二皇子府邸之中,二皇子正与他的兄弟一样,一面整理着衣装,一面模拟着悲伤,身为天子佳人,最擅长的便是演戏。 所以,当她心里想着许多事情时,脸上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到位。 王妃叶灵儿冷漠在一旁看着她,并没有上前帮手,片刻轻声问道,你相信吗? 二皇子的手顿了顿,平静回答道,我不相信,我欣赏范贤,她没理由做这件事情。 叶灵儿皱了皱好看的眉头,问道,那为什么流言都这么在说? 流言只是流言,止于智者。 二皇子微微低头,卷起雪白的袖子,她今天穿着一身淡色的单衣,看上去显得格外低调沉默,在没有证据之前,我不会相信范贤会如此胆大妄为。 叶灵儿心里软了一下,轻声说道,进宫要小心些。 二皇子勉强笑了笑,拍了拍妻子的脸大,说道,有什么要小心呢? 父皇大行,只不过现在密不发丧,等东山的事情清楚后,定是全国举哀,然后太子登基,我依旧还是那个不起眼的二皇子。 你甘心?叶灵儿吃惊看着他。 二皇子沉默片刻后,忽然开口说道,我不瞒你,我怀疑东山的事情是太子做的。 叶灵儿大吃一惊,死死捂住了嘴。 二皇子苦笑了一声,说道,只是猜测罢了。 说完这句话,他向着府门外走去,在角落里换来自己的亲随。 轻声吩咐道,通知岳父。 时刻准备进京。 是,父皇死了。 二皇子站在府底的门口,忽然觉得自己头顶上天空,已然开始绽放碧蓝美丽光芒,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挡在自己头顶上。 他对大东山事情看得很清楚,因为长公主殿下从来没有忙过他。 太子登基便登基吧,可是不论范贤是死是活,站在范贤身后那几个老家伙,怎么可能束手就擒? 二皇子的唇脚泛起一丝冷笑。 自己会帮太子,那把椅子暂时让他坐去,让他去面对监察院,范家的强力反噬吧。 自己只需要冷漠。 十,看他会沦落到什么下场。 来不及悲伤。 所有知道皇帝陛下遇刺消息的人们都来不及悲伤,在刹那震惊之后,便开始平静以至有些冷漠开始安排后续的事情。 有资格坐那把椅子的人,开始坐着准备。 有资格决定那把椅子归属的人,开始暗底下通气。 虽然太后在第一时间内,要求相关人员入宫,可是依然给那些人足够多的交流时间。 所有人似乎都忘了,死去的是沁国开国以来最强大的一位君王,是统治这片国土二十余年的至尊,是所有沁国人的精神象征。 他们被眼前的红利,鼻端的香味绕心神不定。 只来得及兴奋惶恐,伪装悲伤,心中却来不及真正悲伤。 只有一个人除外。 长公主缓缓推开名义上已经关闭数月的皇室别院大门,平静站在石阶上,看着下方来迎接自己入宫的马车和太监,美丽精致的五官没有一丝颤动。 她穿着一身单薄的白衣,翘吉,素吉,悲伤到了极点。 她没有回头去看别院一眼,缓缓抬起头来,看着天上星号星号散后的那抹壁空。 脸上的悲伤之意愈来愈重,愈来愈浓,浓到极致辨识淡,但到一丝情绪都没有,如玉般的肌肤仿似要透明了起来,让所有世人看到她内心真正的情感。 那抹痛与平静。 李云瑞微微一笑,清光四散,在心里对那远方山头上的牟履地魂轻声说道,哥哥,走好。 然后她坐上了马车,往那座即将决定庆国归属的皇宫时去。 和太子与二皇子不一样,她根本不屑于防范监察院和范府,因为她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。 整件事情的关键,已经随着那三匹千里迢迢,归京提马,而得到了确认,后面事情都只是很简单水到渠成。 只要陛下死了,整件事情就结束了。 不论太后是否会相信范贤是君,可她毕竟是庆国的太后,她必须相信,而且长公主也有办法让她相信。 至于究竟是太子还是二皇子继位,长公主李云瑞并不怎么关心,她所关心,只是那个人的死亡。 我能帮助你,当你遗弃我时,我能毁灭你。 马车中的女子笑了起来,然后哭了起来。 雨水缓缓从城门处的树枝上滴下来,距离三旗入京暴训已经过去了好些天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工程与城门司的异动,京都府衙役尽出维护治安,监察院的异常沉默,让京都的百姓隐隐猜到了事实的真相。 那个他们不敢相信的真相。 黎民们的反应永远和权贵不相同,他们看待事情更加直接,有时候也更加准确,他们只知道庆国陛下是个好皇帝, 至少从庆国百姓的生活来看,庆帝是难得一见的好皇帝。 所以,百姓们悲伤难过哭泣枉然,不知道这个国度的将来,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? 他们的心中也有疑惑,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小范大人会是那个该杀千刀的逆贼。 官员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相信,然而范贤亲属的五百黑旗至今不见回报。 那艘停在丹州的官船消失无踪。 大东山幸存活口的证词直指范贤,无数的证据开始向皇宫中汇集,虽不足以证实什么,但可以说服一些愿意被说服的人。 范福已经被控制住了,国公福也被控制住了。 或许马上要到来的便是腥风血雨。 听说宫里开始准备太子继位。 马上要被废的太子继位,历史与现实总是这样荒谬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卖豆油的商人,戴着立帽,用工方丝的文书,千辛万苦进入由全封闭转为半封闭的东城门,走到了南城一个转角处,住进了客栈。 透过客栈的窗户,隐约可以看见被重兵包围的范府前后两宅。 那名商人取下立帽,看着远处的府邸,捂着胸口咳了两声,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